哈囉大家好我是Jun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要來分享的商品 是我之前有合作過的一個品牌 叫做Current Body 那大家如果有看我Current Body的影片的話 就知道他們的這個面膜非常的厲害 紅外線的面膜 那這一次我們又要來體驗 他們家所推出的另外一件商品 那我們就來開箱給大家看一下吧 很重很大 OK 它的名字就是 Infrared Sonar Blanket 那就是他們家新推出的紅外線的桑拿毯 那其實我蠻期待來試用一下這個商品的 因為年紀越來越大了以後 就很容易手腳冰冷 就是來月經的時候肚子很容易痛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蠻不錯的 我給你來體驗看看 首先這拿出來的是一個 一個blanket OK 我先來看一下說明書 加熱桑拿毯 譬如說來月經的時候 肚子痛的時候也可以使用 哇 這個也太大了吧 這個毯子 哇 哇 哇 這個也太酷了吧 基本上呢你就是要穿進去整個 但它這個拉鍊也是可以打開來的 然後這是可以這樣子放在肩膀上面 鋪在床上的時候可以使用 控制的 然後可以讓你調節時間還有溫度 這是一個毯子 感覺我這個可以在家裡做SPA 建議大家呢要在購買之前呢 也要看一下這個東西是否可以寄送到你所在的地區 加熱桑拿毯 然後使用手冊 電源供應器 控制器 還有枕頭 毛巾墊 跟這個收納袋 找一個舒適的空間使用你的桑拿毯 我們建議使用床或平坦的表面 Current Body紅外線桑拿毯 為用戶提供全方位的健康和放鬆體驗 包含六個特色 紅外線深入皮膚促進毛細血管擴張 改善血液流動 增加血管彈性 並且幫助緩解肌肉和關節疼痛 當結束了30分鐘的有氧運動後 來試試看桑拿毯的高溫療程 讓全身肌肉徹底放鬆 建議大家呢先鑽進這個毛巾 不要先把毛巾放在裡面 毛巾放在裡面非常難進去 所以你就先這樣子以後呢 然後呢就坐上來 鑽進去 為什麼需要這個毛巾呢 因為你呢 在做紅外線的時候會流汗 所以它需要你把這個毛巾穿在裡面 這樣才不會濕的到處都濕 然後先把這個拉鍊拉上來 剛剛運動完現在已經滿頭大汗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遙控器把它打開來 然後這邊也可以調溫度 那你如果想要你運動完以後 還繼續燃脂的效果更好的話 你可以就熱一點 總共有好幾個 這是60、70 好這是最高的 現在感受到那個熱度 可以手也都放進去 然後就要躺在裡面 那如果大家閒來無事的話 也可以用Current Body的面膜一起使用 紅外線熱療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和心率 增加進息狀態下的卡路里消耗 一小時可燃燒高達600大卡 深入皮下3英吋 加速血液循環並且促進排汗 特別適合濕熱體質的人群 幫助去濕、驅寒、暖宮養生 我剛剛在最後5分鐘的時候把它調成70度 因為我想說讓它再熱一點 我現在全身汗 像在桌桑拿一樣 你要不要摸摸看裡面有多熱 我不是最近就是得了那個巧克力囊腫嗎 所以肚子都會很容易很痛 所以我感覺這東西蠻適合拿來 就是鎮定的那個疼痛感 超級燙對不對 哇 所以為什麼需要一個毛巾 因為你在裡面會一直流汗 好,時間到了 好,我來解放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全身都是汗 我出來了 現在全身都是汗 感覺可以去洗個澡 增加出汗和血液循環 幫助身體自然排毒 加速新陳代謝 在準備入睡之前 我習慣花一點時間進行冥想 讓內心回歸平靜 釋放一整天累積的壓力 接下來試試看桑拿坦的低溫模式 來舒緩身體的壓力 幫助我更快的進入深層睡眠 透過減少肌肉緊張 和調節睡眠激素 紅外線熱療有助於提升睡眠質量 讓身體更加放鬆 30度50分鐘 蠻舒服的 然後就可以邊滑手機了 我已經想碎了 麻煩幫我洗個燈好嗎 這樣子以後 冬天的時候我就不怕了 不用一天到晚跟老公取暖 可以穿短袖短褲睡覺 熱療促進內非太釋放 降低壓力荷爾蒙皮支唇 達到舒緩身心壓力的效果 同時提高認知能力 我們前面講了這麼多Curven Body 他們的官方的這些效果之外 我想要來分享一下 這幾天我使用下來 真正的一些感受還有心得 首先我覺得桑拿痰 它的好處就是 你不需要去外面的健身房 你也不需要自己家裡面 蓋一個桑拿房 去做桑拿 讓你在家裡面 也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 讓你的肌肉放鬆啊 或者是幫助舒眠啊 舒緩一些身體的炎症 我覺得這是它很好的地方 而且它其實使用非常的方便 然後也非常的簡單 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你可以在地板啊 在床上啊 哪裡都可以使用 做完以後 也可以去很快速 就在家裡面洗澡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關於就是 筋痛啊這些問題 你在睡前用完了以後呢 真的睡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身體也達到很好的放鬆 缺點就是它呢 是真的是有一點點大 你要拿的時候就是有一點重 在收拾啊 或者是在拿的時候呢 都會花一點力氣 最重要的是呢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商品呢 是有興趣的話呢 一定要確認自己所在的地方 是可以購買的 要看清楚 再下訂單這樣子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會把這個Current Body的 這個桑拿坦的資訊呢 都放在影片的下方 千萬不要忘記 記得要訂閱君君老師的頻道 這是給我最大的支持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